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一缕阳光 赏四季风景 安详幸福时光 有人说世间最大的一号品是爱 因为你对别人好一点就委屈自己一点 别忽略了自己 这个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 只有好好爱自己才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事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评论是延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延安先和大家讲一个事情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地去拜访一位作者朋友 当时他正在昏暗的环境 苦哈哈的马字 他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说还差一个结尾就完成了 让我先坐一会儿 电脑屏幕上的光打在他苍白的脸上 怪不和谐的 我问他怎么不开灯 他笑着对我说 先别急着开灯 反正现在还能看清楚 这样能省不少电 久而久之能省下不少钱 我及时截住了话头 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 很容易伤眼睛的 得不偿失 他摇摇头对我说 没办法 穷人一个能省则省 据我所知 为了家里人住上舒适的大房子 他背上了房贷 自己远走他乡 在大城市艰难地扎根 甚至曾连续两星期都吃泡面 省下来的钱 他通通寄回家里 给孩子买新衣服 给丈夫买手表 相机等等 他有胃病 偶尔发作 却总是拖延着不肯去医院 他每月的高仇并不低 但他舍不得对自己好点 总是买一些便宜 但质量差的物品 每次都是货比三家 选来选去 最后选了那个最便宜的 他总是对自己苛刻 对别人无条件的好 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 成全家人的幸福 爱任何人都胜过爱自己 让人感到心疼且心酸 他是一个好的女儿 好的妻子 好的母亲 却独独不是一个好的自己 写完之后 他跟我聊起近况 聊着聊着 就开始抱怨起来 抱怨工作上的压力 丈夫的不贴心 孩子的不懂事 他觉得委屈 自己对家人这么好 却换来他们的不灵情 说实话 我不想成为他发泄情绪的垃圾桶 经常亏待自己的女人 是积攒着怨气和力气的 久而久之 就成了一个怨妇 让人不想亲近 只想远离 人只有这一生 这一生永远无法重来 请好好爱自己 越成熟 越懂得幸福 依靠不了别人 好好爱自己 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邻居小琪 曾经买了12只上好的大虾 精心烹饪后 公公婆婆每人吃了三只 丈夫和儿子每人两只 小琪舍不得吃 把大虾留给了孩子 孩子吃不下 小琪还是固执地留着 等孩子饿了 再热给他吃 这似乎是一个 关于母爱伟大的故事 但小琪的内心深处 埋下了委屈 每次孩子做错事的时候 他都会提及这件小事 孩子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是你让给我吃的 又不是我不让你吃的 这件事情被小琪 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次 家里人也非常反感 孩子不仅没有感受到 母亲深深的爱意 反而被他的怨气所伤害 小琪喜欢把自己的梦想 强加到孩子身上 通过过度付出 实行道德绑架 最后和孩子渐行渐远 他也很苦恼 为何我付出了这么多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他应该有自己的世界 而不是整天围着丈夫孩子转 他应该勇敢表达自己 同样喜欢吃虾的需求 而不是委屈求全 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 你全身上下都会散发出 迷人的光芒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爱你 当你好好爱自己的时候 世界才会来爱你 余生很贵 请别浪费 好好爱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 你连自己都不爱 在别人眼里 就可能是廉价的 别人也不会好好珍惜 余生不长 不亏欠别人 不委屈自己 你想要的生活 只能自己给 你的梦想 只能自己去实现 你想要到达的远方 只能通过自己的脚 去丈量 曾经的我们 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对别人好 也眼巴巴 希望别人投桃报李 倘若没有得到回报 就会产生不满 抱怨等 心态越来越差 成熟后的我们 才渐渐明白 要把生活的重心 偏向自己 好好爱自己 才是靠近幸福的正确方式 好好爱自己 从爱惜自己的身体开始 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去严正透支自己的身体 花时间和精力为自己做一顿饭 而不是每天浸泡在油腻的外卖中 花时间和精力去运动 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通过排汗 把烦恼也一起消化掉 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 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 保持愉悦的心情 保证居住环境的舒适 干净 整洁 过有品质的生活 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烟火气 用美味的食材 填满冰箱 用花花草草 铺满阳台 用精致的小挂件布置房间 好好爱自己 从接纳自己开始 你可以允许自己有优点和缺点 你可以允许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你可以允许自己有喜怒哀乐 你要认可自己 包容自己 接纳自己 勇敢地做自己 爱自己 欣赏自己 鼓励自己 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 而不是一味地压抑自我 多一点乐观 少一点焦虑 多一点内心平静 少一点追名逐利 不要与烂人烂事纠缠 放过别人 亦是放过自己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不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 不再为还没发生的事情 过度忧虑 好好爱自己 从树立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开始 面对别人不合理的请求 你可以勇敢地说不 该拒绝时要拒绝 该反抗时要反抗 不要帮助了他人 却为难了自己 别让自己过得不快乐 不舒服 不要允许别人伤害自己 不管多爱 也请别为了一个人 卑微到尘埃 放弃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因为当你好得毫无保留时 别人就会坏得肆无忌惮 当你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你要勇敢地表达出来 余生不讨好别人 多留几分爱自己 以上三点 愿你我共勉 为了可以更好的与大家互动 现在深夜读书 已经在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 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 去添加一下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 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